杨紫张紫峰总结扎 男语录紫峰说的第一句 就诈心了 啥场合都能用 想必不少观众网友 一直都有在追向往的生活 这档综艺节目吧 节目播出至今这么多年 获得了非常多观众喜爱 热度一直之 曾不坚 何炯以黄泪 两位都是娱乐圈影响力非常大的明星演员 有他们两位的坐镇 收视率肯定是有保障的 最新一季的节目中原班人马回归 还加入了张艺兴这位明星嘉宾 能看见张艺兴与黄泪者 对师徒再次通况 录节目观众网友们都是十分期待的 张艺兴一开始来到蘑菇 无多少还是有点拘禁 但是在家人们的细心照料下 张艺兴很快就融入了蘑菇物 这个大家庭 最近的几期节目 张艺兴还跟非文女友杨子同框录节目了 不过这次在节目中两人 也算是间接批药了 看了节目的网友应该都 能发现杨子和张艺兴原本 真的不熟 是在蘑菇物见面后 才慢慢疏落的 不得不说杨子真的是一位人缘很好的 女明星 一向沉默寡言的妹妹张子峰 遇到小猴子之后 直接变成了话牢 两节眉一直聊天聊个部 停 或许也是因为杨子 与张子峰相视至今 已经有很多年了吧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新的飞行嘉宾 已经来到了蘑菇物 杨子提着箱子准备离开 黄泪还专门走出来 喊话杨子一晚上和 晚集团再走 其实荒老师 真的很少有 让嘉宾多留一段时间的习惯 足以可见荒老师 还是非常喜欢杨子的 不然也不会一直 撮合小猴子和徒弟异性了 杨子最后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还一边和子峰妹妹聊天 两人无意中 聊起了之前拍戏史的趋势 张子峰表示自己之前和豪蕾拍戏的时候 说了一句 急行发挥的话 然后被豪蕾说是扎 男语录一提起这个话题 杨子与张子峰就开始总结起了扎 男语录没想到子峰说的第一句 就扎心了 张子峰说自己之前 在拍戏的时候说过你要是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听到这句话瞬间就觉得超级扎心 想必有不少女性网友的男朋友们都说过这句话吧 倒也不是说 说这句话 就一定是扎 男 但很多扎男确实都非常耐说这句话 就连小小年纪的张子峰都学到了 足以可见这句话到底有多么新老了 之后张子峰说完之后 杨子开始总结扎 男语录说了一句我没有骗你 我说了你也不信 和我都说了 那你还像我怎样 不得不说杨子 与张子峰的总结真的是超级无敌到位 这句话可以说是扎男们最爱说 女孩子们最不爱听的几句话了 隔着屏幕都感觉生气了 但要说一的 那肯定还是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这句话了 啥场合都能 用张子峰和杨子舅当中模拟了一番 杨子假装说自己都要走了 张子峰一点都没有不舍的 自封立马就超级配合的说了一句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简直让人完全挑不出毛病 不管是男女朋友之间 还是朋友之间 甚至是和家里人吵架的时候 这剧长男鱼录都超级好用 看了最新几期节目后 能感觉到杨子真的是共情力很强的一位女明星 跟她结束之后的 人几乎都会喜欢上她 也很期待杨子今后能录制更多真人秀类的综艺节目 如果能成蘑菇屋的常驻嘉宾 那就更加好了